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说这部电影就是关于反省 关于救责 关于选择 关于很多很多你能想到的议题都在里面的电影 那听起来有点沉重 但是其实不是这样 因为在里面看完 你会觉得他又有好笑的地方 然后又有认真的地方 他又有杀人吃人比较刺激的画面 所以看完会觉得 你一定要说它是什么样的电影 我觉得说不出来 但是我真的觉得 一定要带你以前的高中好朋友 或是有小 任何只可 或是你现在的同事们去看 因为真的每一个人 不同流星人看都有不一样的感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我是蔡凡希 大家好我是刘逸儿 我们再顾七月号